桃園今天再新增了7例确诊 除了亚续及幼儿园一共新增3人确诊之外 物流公司群聚案也在扩大 有3名员工染疫 其中1人是清洁工 还有2人是在同一个场域工作 并且再从员工家人筛除了1人确诊 整体群聚累计有6人染疫了 因此市府再扩大裁减700多人 以及207人列为居家隔离 桃園疫情还不能放松 1号新增了7例中 找不到感染源的物流公司群聚案在扩大 再救出3名员工染疫 另一名则是密切接触者 那全部是在匡列这个裁减的范围内 昨天特别针定对该物流公司的职场 进行环境调查 并且安排这个医院团队来裁减 那么昨天裁减343位 那么有裁减出三个这个阳性个案 物流公司一名清洁工案18975 及在同一区域工作的案1897618977确诊 另一人则是案18886的同主家人 整体群聚已经累计6人染疫 公司内部5名员工中招 市府不敢大意扩大匡列裁减 针对该物流公司曾经有进出的所有人员 预定有700位 今天正在进行裁减 希望能够透过扩大裁减 能够确保这个职场以及社区的安全 还有亚续公司及幼儿园都有新案例 亚续新生两名员工确诊 幼儿园则是从案18706密切接触者 筛出他的妈妈染疫 市府也公布新足迹 出没巴德的超商市场药局 也曾去过大溪区的福南宫等地 国内当日新增的本土个案 桃园就占了一半 疫情还没稳定下来 持续扩大匡列阻断传播链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